6月10号星期一 欢迎收看新闻抢先报 我是苏星 不法集团为了求财 居然盯上了企业公司 派人骇进员工资料系统 混入钱罗的银行户头资料 让公司负责人在不知情下 将薪资发给了钱罗 这一切都不是电影桥段 而是真真切切已经发生的案例 五级安曼警方也证实 已经接获了类似的投报 五级安曼商业罪案调查局总监 拿都司令南利披露 如果公司负责人 无法及时发现员工账号已经被替换 很可能就中了不法集团的陷阱 他因此建议银行 推广首次转账提醒的功能 协助发现可疑户头 减少类似案件发生 另一方面 有诈骗集团在过去五年 冒用首相署的名义 推行中小型企业投资项目 以三个月内获得 二十万令吉高回酬的削头 吸引了超过十五人掏钱投资 随着警方的取缔行动 揭露了将近三千万令吉的诈骗金额 也逮捕了18名嫌犯 最年长的嫌犯 居然已经71岁高龄 五级安安商业罪案调查局总监 拿都司令南利指出 这次的逮捕行动 警方将首脑管理层 以及前罗连根拔弃 充公了多台手机和电脑 也冻结了38个银行户头 总体而言 警方在过去半年内 一共接获 一万四千零五十一宗 商业罪案投报 这个数据也意味着 每一天至少有 九十二宗案件发生 损失金额更是比往年 飙升了百分之三十二 接近九亿六千万令吉 另外 在同一场记者会上 警方也揭露 四名中国男女 远道而来 只为了躲避 中国网络管控 来大马开设 色情网站 网络各路的色情内容 连接 再开放给中国人游览 警方也揭露 涉案的四名中国男女 将被延扣 十四天 驻查此案 西马半岛的柴油价格 今天开始自由浮动生效 新的售价为 每公升三令吉三十五仙 许多不在补贴范围内的 相关交通业者 纷纷宣布起价 也有走私分子 火速动员 在政府昨天的临时宣布后 就带上自备的油桶 前往加油站 添柴油 吉兰丹 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 昨晚展开突击行动 成功揪出一名涉嫌走私的嫌犯 揭发他 趁价格自由浮动 生效前夕 囤积柴油 此外 还有一家油站 声称柴油存量不足 限制每辆车 最多添加100令吉的柴油 拒绝让车主加满油箱 也被当局采取行动 麻坡方面 有渔民接受采访时透露 鉴于政府继续提供 渔民柴油补贴 出海作业没有受到影响 他们也认为 政府补贴对于减少走私活动 有帮助 同时 透明化的补贴机制 也能更好控制非法活动 在新山河双西大年 旅游巴士 沙石罗里和尼基业者 因为没有获得政府补贴 纷纷宣布调涨价格 20%至30% 或者选择罢工 马来西亚巴士联合会秘书 迪亚哥表示 政府的补贴政策 虽然能够防止走私 却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以确保业者 可以获得合理的柴油配给 森州芙蓉出现电缆贼 上个星期 先后报窃三间商店 实随之位的窃贼 今天凌晨再次出动 一次性报窃五栋商店 受影响的商业单位 至少十间 也令当地治安亮起了红灯 连环报窃电缆的案件 是在芙蓉大洋镇商业区发生 今天凌晨不幸遇窃的五栋商店 全在同一排 包含美容健身中心 美术中心 私人公司 咖啡馆和餐馆等等 商家受访师指出 平日锁好的配电箱铁闸 几乎全被打开 电缆被人蓄意剪断 商家们也从闭路电视中发现 涉案的是一名独行电缆贼 他先是切断电源 破坏铁闸门 再一一剪断电缆 堆放一起后全部带走 商家报案后 警方已经到现场搜证调查 镜头转向槟城 双溪槟榔 一名摩托骑士 日前与轿车发生碰撞 双方起了争执 轿车司机发现没有损毁 于是开车离去 没想到骑士心生不满 穷追不舍 在交通灯处 用头盔敲打轿车的车身 吓得车内女子大哭 东北县警区主任拉兹兰 今天证实 警方已经掌握了案情的来龙去脉 昨天也逮捕了涉案的歧视 接着来跟进六岁自闭男童 查阴莱安的谋杀案 警方今天早上押送 小死者的父母重回现场 包括住家 以及发现遗体的河流 进行案件重验 小死者查阴莱安 是在去年12月 被母亲带回家的途中 下落不明 隔天晚上 在住家附近的河流 发现了她的遗体 也揭露小死者的颈部有伤痕 案件具有刑事成分 警方追查半年后 逮捕了她的父母进行调查 中国艺人范冰冰被委认为 2024年马六甲旅游大使 马中两地的艺术家 也联手制作了 五妹娘传奇造型的范冰冰壁画 经过中国天津艺术家 任大称的修饰之后 壁画总算顺利完成 也成了大家期待的 拍照打卡好去处 位于马六甲老街区的 范冰冰壁画 早前被民众批评 面部表情僵硬 缺乏神韵 而任大称是获得 范冰冰经纪公司安排 前来修饰壁画 她今天终于完工 也在社交平台 宣布这项好消息 鼓励大众前来拍照打卡 值得一提的是 壁画原本只有马来文介绍 如今加上了中文字 让更多人可以了解壁画主角 本报记者今天下午也亲身到场 发现壁画已经修饰得更为华丽 也更接近范冰冰 在五妹娘传奇中的剧照 由不少旅客专门前来拍照打卡 换个焦点 本地电视节目主持人哈兹曼 星期六在社交平台 分享自己剪掉三年长发的心路历程 他声称妈妈不喜欢男生头发太长 于是决定把三年长发剪断 并捐献给癌症患者 获得网民的踊跃留言 接着来看国际新闻 五年一次的欧洲议会选举 经过三天的投票 终于在昨天尘埃落定 在这次的选举当中 法国总统马克龙阵营 只获得了少数支持 蒙受沉重的打击 马克龙因此在昨晚宣布解散国民议会 并在本月尾举行闪电大选 国民议会解散和来临的闪电大选 在法国引起了政治动荡 为过去多年一直扬言 要罢免马克龙的极右翼政党 提供了掌权的机会 马克龙昨天在电视演说中指出 欧洲议会的选举结果 对于捍卫欧洲的政党来说 并非好的结果 因此他决定行使总统权力 解散国民议会 并在6月30号和7月7号 举行两轮投票 欧洲议会是欧盟监督咨询和立法机构 也是欧盟三大机构之一 初步统计结果显示 欧洲怀疑主义以及极右翼的党团 预计将取得最大进展 新一届的欧洲议会诞生后 也将通过投票方式 选出新一任的欧盟委员会主席 同样面临政治余波的泰国前进党 因为主张修改有关侮辱皇室的法律 遭到宪法法庭裁定违宪 选委会更是趁胜追击 要求解散前进党 尽管如此 前进党的前党魁皮塔 则认为选委会不会得逞 他也信心十足地向对方发出警告 前进党作为众议院最大党 一旦解散可能造成严重影响 另一方面 泰国在2019年就考虑对入境观光客 征收每人300泰铢 约等于38令吉的入境费 经历疫情期间的暂缓和后续讨论之后 泰国首相宣布 新政府不会考虑实施这项政策 印度方面 印度总理莫迪在星期日宣示就任 正式展开第三个总理任期 就职仪式在首都新德里总统府举行 多国元首和领导人都亲临现场 莫迪的内阁团队也正式亮相 当地研究人员指出 内阁当中有不少救面孔 意味着印度人民党将会延续 在重要领域的政策 就在印度总理莫迪宣示就任当天 一辆载有印度教徒的巴士 在克什米尔遭到武装分子伏击 巴士坠入深沟 造成至少9人丧命 33人受伤 引起多方关注 镜头转向香港 近期有不法之徒在社交平台 打着高回仇的幌子 利用香港人北上深圳开设银行户头 为犯罪集团当前罗 让黑钱流出境外 不法分子为了吸引更多人加入 不但杜撰假新闻 还盗用明星头像大肆宣传 引起了中港执法部门的关注 台湾一家坐落在巷弄里 结合咖啡馆和流浪动物中途之家的 浪浪别窟咖啡馆 深受多人喜爱 入口处一幅大大的照片墙 是浪浪别窟从2015年创立至今 通过他们顺利回家的上千只流浪猫狗 新闻最后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一家可以享用美食 还能够在可爱动物陪伴下 获得心灵疗愈的咖啡馆 我是苏仙 祝您晚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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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